椰子是一种热带水果 它里面的椰子汁非常的香甜可口 可想要喝到椰子汁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因为椰子的外壳非常的坚硬 就是拿锤子锤都未必能轻松砸开 鳄鱼我们都知道是水中的霸主 它们的血盆大口让万千动物人类闻风丧胆 咬合力更是让人不敢想象 由此外国一小伙就想到了一个点子 鳄鱼的咬合力那么强 它是否能够将一个椰子给咬开呢 为此这一位外国小伙还特意带着一个椰子 去到野外寻找鳄鱼来测试 功夫不负有心人 小伙终于在一处河流边找到了一只鳄鱼 看到鳄鱼的小伙很是兴奋 为了让实验开展起来 小伙故意在岸边使劲的挑衅鳄鱼 让鳄鱼跑到岸上来 鳄鱼被诱骗上岸后 小伙就准备开始实验了 谨慎的小伙为了自身安全决定从后方偷袭 刚想要进行第一步时 鳄鱼突然动了起来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小伙不知所措 荒一批后 小伙又抓住了鳄鱼 趁着鳄鱼不注意就将椰子扔了进去 鳄鱼则用力一咬 椰子立马就碎了 看来再怎么建议的椰子 遇到水中霸竹鳄鱼 还是得认怂 视频素材来源网络 我们下期再见